宣誓房租不断飙涨 美国加州驻车族越来越多了 根据统计 目前有14000多人以露营车为家 这些游牧民族带来治安 还有环境卫生上的隐忧 也让加州原本富裕美好的形象瞬间崩坏 南加州的伯班克堪称影视之都 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附近的森林草坪大到两旁 却停满了一辆接着一辆露营车 绵延超过三公里 梅记跟他的男友 还有一只狗狗也都住在这里两年多 由于房租连年飙涨 可以排名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加州 光洛杉矶郡就有75000人无家可归 其中14000多人都是住车族 露营车能够遮封闭 让富富起庞大租金的人免于露宿街头 然而住车族也带来卫生等问题 行程日益严重的社会隐忧 洛杉矶市议会8月底通过一项法案 禁止销售或出租露营车作为牺牲之所 但专家认为 解决游民危机必须从根本问题着手 加州政府今年编列了2.5亿美元预算 试图解决街友问题 但恐怕得配合心理治疗双管旗下 才能让街友长久远离街头 成立遍业